哈喽我是薛灵六 今天要跟各位同学们分享的主题呢 就是如何从实现变成虚线呢 刚接触AI的同学你们 有时候想要制作出虚线的话 要如何绘制有点苦恼 其实你不需要一笔一笔慢慢画哦 只需要透过一个步骤 就可以让实现变成虚线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先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哦 回到软体本身 选择线段工具 绘制出一条实现来 那如果说今天这条实现 想要变成虚线的话 应该怎么做呢 在笔画这个视窗里面就可以进行哦 这个视窗 如果你没有的话 记得先点选视窗 底下的笔画 点选笔画 就会出现这个视窗 开启这个小视窗以后 我们选择右上角 显示选项 点下去以后 它会出现下面的选项出来 我们在黑色箭头的状态下 选取这个线条物件 通常第一个宽度的部分 或者是可以调整出细 那如果我想要将这条线变成虚线的话 应该怎么做呢 在下面虚线的部分打勾 实现就会变成虚线 当你知道虚线你不需要了 想要变回实现的话 只需要把它打勾的部分取消掉 就会变回实现哦 实现跟虚线 转换的时候 请务必是在线条的时候转换 我复制同一个虚线物件 如果说今天你这条虚线 你已经在物件 扩充外观 展开 如果你今天的虚线 它已经变成是个面的状态下 它是没有办法变回原本的实现哦 你的物件在进行展开的时候 请务必确认好 今天这条线条是要实现还是虚线 当你展开来以后 是没有办法变回去了哦 好我们回到线条本身 在虚线下方有很多格子 可以进行调整 在虚线这一格 如果你的数值越小 你的虚线长度就会越短 那如果你的数值越大呢 虚线长度就会变长 那间隔的部分 你也可以做调整 如果你想要看起来更密一点的话 你数值可以调小一点 让它更有变化的话 你可以在第三个虚线这里 可以再填写其他的数值 那这一次呢我填写比较小一点的 虚线的部分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可以针对不同的数值去做调整 这样你的虚线变化也会越越多哦 虚线的方式如果你是运用在矩形方面也是可以 我们选择矩形工具 我们选择矩形工具 绘制出一个正方形 以及我们绘制出一个圆形 封闭式的物件 你想要将它们变成一样是虚线的话 一样可以选择虚线的选项 你打勾完以后变成虚线的方式 就会像你刚刚原本设定这条线的虚线的数值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再重新设定 这样子这两个物件就变成虚线了 那关于今天的简单分享就到这里啰 希望对刚接触AI同学们会有帮助 如果你还想看更多关于AI教学的影片 欢迎留言给我哦 喜欢影片的话按个喜欢 把影片分享出去 记得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